你知道吗 当七怪成为封号斗罗之后再次回到史莱克学院时 他们的魂力再次惊艳众人 现场一片哗然 感慨之声此起彼伏 表示这才是真正的天才 要知道 十年前史莱克七怪强势崛起 魂师大赛一路过关斩将 最终打败号称最强的五魂殿黄金一代 一举夺得全大陆高级魂师大赛的冠军 此时的七怪第一次惊艳众人 让全天下都记住了他们史莱克学院 记住了史莱克七怪 十年之后 在唐三的带领下 史莱克七怪建立起了唐门 从无到有 并以绝对的力量碾压大陆所有宗门 成为真正的天下第一宗门 看着一旁弗兰队院长慷慨激昂的演讲 唐三他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一段时光 充满艰辛 但也精彩分成 小怪物们 抱上你们的年纪吧 听到院长再一次说起了这个熟悉的流程 奇怪他们已经见怪不惯了 毕竟每一次回到学院都要表演一遍 邪魔百虎代目白 97级封号斗罗 封号百虎 28岁 带老大的声音并不大 但却是传到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犹如霹雳 97级封号斗罗 28岁 这是什么样的修炼速度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就听到奥斯卡说道 香肠专卖奥斯卡 92级封号斗罗 27岁 斗罗封号石神 邪火凤凰马红俊 96级强攻系封号斗罗 斗罗封号凤凰 26岁 九宝琉林荣荣 94级封号斗罗 斗罗封号九彩 25岁 幽名灵猫朱竹青 96级封号斗罗 斗罗封号幽名 25岁 柔骨魅兔小五 99级封号斗罗 斗罗封号柔骨 25岁 唐三 26岁 百级海神 听到这里 全场鸦雀无声 半天没人回过神来 连弗兰德和玉小刚 都震惊无比 感叹着一群小怪物 已经成为大陆最顶尖的存在 尤其是唐三 二十多岁的神奇 这简直像做梦一样 字幕后面再一次 字幕是失踪用ал迅诺 字幕は ani5600分o 你 encontrar пойдulo 字幕作 Brigeld 字幕作者帅 字幕作为 standard